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 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 我们有很多同志 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 或者下线 遭到敌人的逮捕 暗杀 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 这些同志 回归组织的心愿 非常地迫切 所以啊 李书记 我觉得这个赖寿章 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 我党党员 但是我们不能凭推测 做出判断 除非他的上线出现 我们今天跟您汇报这个事 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 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没错 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的同志 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 那有多大的便利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们今天来向我汇报 这件事的本意 你们是要我支持你们的判断 并吸纳赖寿章归对 我看这样 赖寿章的事 我会去做更深入的调查 在组织没有给出结论之前 你们还是要继续和他保持距离 我这样说 你们能接受吗 能接受 能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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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清 淑宝 我们这条交通线的工作 无论是周恩来同志 还是毛泽东同志 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 更是把交通线 比作了人身上的一条血脉 正是有了这条血脉的畅通 才使得党中央和中央苏区 保持着畅通的联络 交通线上 交通线上出不得半点差错呀 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们 根据可靠情报 曹瑞英 已经把他的针机队搬到永定来了 扬言要和中共决战最后一公里 交通线的压力 也会随之而转入永定境内 今后情报物资 还是按一站接一站地传送 从白区的过境人员 过了大步后 必须要由各站的站长 亲自一路护送 直达苏区 你们今后的工作 会越来越艰苦 敌我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明白 知道了 喂 老板 那这个人对我们有什么价值 那这是雪中送炭 感谢老板 感谢 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就告辞了 大俊兄 留步 你在大部是不是还留着一个主力啊 没错 怎么 曹大人是想把我七十九团 从大部连根拔到永定 这是开玩笑 我们针机队就算通了天 也绝对没有改变军方兵力部署的权力 抽调一个牌 认为你吧 什么意思 你就直说吧 我想请大军兄抽调一个牌 护送一个人到永定 为了安全起见 必须由来副官亲自护送 老板 哪方大神牌上这么大呀 让我一个牌的兵力去给他抬轿子 是不是你们针机队的大员呢 不能让黑子离开大部 所以 这件事啊 赶紧大军兄全力支持 请 左脚都跨出去了 右脚当然跟上了 我会跟赖普官下命令的 黑队长 有 寿章兄 怎么着 今天有什么重要的行动啊 什么重要行动 你怎么来了 我不该来吗 不是 我是说今天也没什么情况 有针机队得帮兄弟在就行了 怎么劳您打架呀 我也不想来 刚才团座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安排一个牌的兵力 护送一个重要的人物去永定 说这个重要的人物在你老兄手上 我能不来找你吗 有这事 我怎么不知道啊 苏长兄 什么大人 不会吧 肯定是你们曹镇厂的意思呀 要不团座给我打这电话 可能这个重要的人物还没到 这样 只要这个人一道大步 我肯定告诉你 怎么样 行 等你通知啊 走好 哎 队长兄 队长 怎么了这是 把人撤了 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 团长一向体虚下属 让他们回去修正修正 护送一个重要的人物去永定 说这个重要的人物 在你老兄手上 老板 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啊 他带了一口旅行箱 一看就是洋货 不难辨认 不难辨认 带走 我找你 你找你 如果早来几天 或许曹县长 就不用放弃大步 以示永定了 什么意思 你是不想去永定了是吧 我倒是希望曹站长可以杀回大部 让你去的永定是曹老板的意思 我只是奉便行事罢了 至于我们俩现在在这儿讨论 曹站长是不是从永定杀回大部的问题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什么时候动身 是今天 还是明天 对不起 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 说我一旦被发现 徐道老板的良苦用心就前空尽弃了 这个责任谁都担不起 那你把名单给我 我先帮你扫一遍雷 汕头的吕站长明确指示 名单只能交给曹站长本人 所以曹老板命令我 我护送你去永定的 你在这里给我阴阳怪气的 什么意思 贺家 你要明白 目前在大部 听谁的 不听谁的 不用我说了 我要确定我的行政方案 去保护百分之百的安全 行政方案明天给你 但是 最晚到后天你必须得动身 这两天在这里待着别动 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我不会出去 我哪儿都不会去 你老板 再喝一个啊 不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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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再喝一个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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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好了 慢点 老板 你老板 我给你按按肩膀 我不想今天真喝不了 来来来来 再喝 我既然喝多了我去找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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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这 谁啊 李先生 于常庆 你可真让我们好找啊 你到底是谁啊 共产党 你们 真的是共产党啊 不像吗 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那里那一百六十块大药 我不是个人 我 我 我对不起组织 我 我罪该万死的 行 别演戏了 我没演我 是真的后悔了 直到如今 还有后悔药汁吗 我错了 是 请组织各位跟改革自行的机会 只要你们饶我一条命 我一定 我一定 重新做人 机会啊 在你自己手上 你们 你们 真的是共产党 你还不清楚 如果你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你还有机会说话吗 早就被打入十八岁地区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愿意偷出党国 为党国立功 我愿意偷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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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他又去那个亲戚家里了 他平时都是去过什么地方 除了那里 他这几天几乎没有接触过别的什么人 难道是我多疑了 继续给我盯着 明白 姑妈 我知道我现在离党组织很近 但是我不能贸然地去找他们 这样不仅会暴露我自己 更有暴露党组织的危险 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 当年姑父牺牲了 我断了上线 现在是得不到党组织的认可和信任 孩子 姑妈相信你 你一定会找到家的 很漫长 很漫长 我现在就像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 姑玄在哪儿 等着人来人离 首长 快别说了 你这么一说呀 姑妈都快哭了 你要耐心一点 要不当西诺回来了 我让西诺帮你找到组织 姑妈 我今天到您这儿来 就是想要跟您说这个事情 您跟西诺说一定不要再回来了 还有您也要尽早地离开大部 不 我向你姑父已经许下诺言了 我要一辈子在这里和他的硬魂为伴 姑妈 我可能已经被真机队的特务们盯上了 我一旦出事会淋累您的 我怕什么 你姑父的魂还在呀 倒是你如果真被真机队的特务给盯上了 那你可就太危险了 要不你趁早离开大部吧 我不能离开大部 我要是离开了 就更没完马说清楚了 走 站住 走 曹瑞英已经放狗出来了 告诉同志们 注意一避 什么 你有证据吗 现在还没有 早晚我会查到证据 不过这个人老板可看重 我不能把人叫得来什么证 你要是真怀疑他 就给我找出证据 我要证据 放心老板 来 副管 来了 来来 坐坐坐坐 什么事啊 黑队长 不着急 来 先喝杯茶 有这么个事啊 你有我的上风呢 有个护送命令 不过这个人的资料我查过了 他是从中共那边投诚过来的 我不管你怎么安排 你把人帮我送到就行 就这事啊 对 就这个事 行 你什么时候要人跟我说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还让我跑一趟 行行 走了 要不要再玩 操站长 听王连长说 您的行动除了打死几个共党嫌疑犯以外 一无所获 我觉得并非如此吧 但是拿谁的碗 听谁的话 您说是吧 打扰 实在是我们的罪果 您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爱 为党国建功利益 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 当着团座的面 摔摔打打你过了吗 我向您保证 三天 您给我三天 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 我听着呢 我想了一下 你还是让蓝寿长亲自把人送过来 是人是鬼 正好让他显个原刑 但你记住 死人的身份要严格保密 要是泄密 后果十分严重 听明白吗 明白 这是你要的行程方案 我可以领受你的冷嘲热讽 但我有权利要求你 百分百保证我的生命安全 我想你的上司 也是这么要求你的 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我是中央调查科 我是中央调查科 从香港带到南京 又从南京带到这儿来的 我的价值 你应该非常清楚 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自吹 或者觉得我刚刚透成党 我没有权利这么要求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返回善逗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返回善逗 让吕战长亲自迎接我 行了 跟你开玩笑的 你还当真了 我开玩笑了 全城有赖寿章 赖人护诉 赖寿章 是什么人 赖寿章是大度驻军的副官 可靠吗 可靠吗 可笑 谁脸上写着可靠不可靠 这两个字啊 但是 这是曹老板清点的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什么时候说话 听你的 你说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我还有个要求 你说 这一代很多人认识我 我绝不能让人认出来 放心 慢点 姓天 小心脚底下啊 大姐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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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赖长官 赖长官 您这是 有生意做吗 您这话说的 您给我生意 那不就是天大的恩赐吗 去清晰啊 对 您上上来 走吧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 我正等着你呢 那走吧 马上走 长江总政 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吗 路上千万小心 放心吧 谁能想到一颗爆爆米花的 能拿这么多大样啊 兄弟 上传了 偷了去 你知道 组织上 为什么选来选去 还是找到我这个部位 支部书记 跑这套任务吗 你是冷冯产党员吗 你说对了一半 重要的是 组织上 相信我于常竟对党的忠诚 大大 您说 这道清晰得晚上了吧 得 溺水 跑不快 那今天就得在清晰住一晚了 清晰你熟 有什么好的客栈介绍一下 清晰的地方能有什么好客栈 永逢客栈 干净牛 行 就在那儿 走吧 这么多钱 躲拨起来 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 可我于常庆 就算丢了这条命 也不会丢一块大药 来 我来 好了 我来 臣呢 没事 我能想 你不锁门 没什么值钱东西 不用锁了 你不锁门 摘了吧 我 不能摘 我来扶您 潘老大 你也不找我要船钱 给 不叔叔 不用了 您还能赖我几个船钱吗 潘老大 叔叔 缺了 找我来补 走了 好 长官 这饭菜还可烤吧 来 喝点水 以后要尝来 行了 通过你的考察和推荐 我同意黄玉莲同志为候补党员 咱不娘 我那人还没吃呢 我这就去成了 可娜 快去找雨晴 告诉她 有个同志被捕了 这脸还没看清是谁呢 你怎么知道就是同志 被国民党抓的 还不是同志吗 我觉得她的眼神 是在向我们救救 行 我一会儿就去 老板 快点 就来了吗 来了 我来 我来 快去 长官 还有哪位没吃啊 那个 好好好 长官心善 看你饿着 你看 赶紧的 摘了围巾 你快吃两口 这人是铁饭石缸 这一顿不吃可饿得慌 是不是长官不发话 你不敢吃啊 长官 我宣誓 我宣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你们就是 普总 我大了 你不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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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肯 你不敢吃 我 你不敢做 我来扶你 我来扶你 清哥 发生什么事了 兄弟 上船了 偷了去 你怎么了 饿了 饭好了吗 都热三回了 我今天运气不错 挣了不少收手钱 把钱收好 想吃饭吗 不饿啊 不饿了 楼上有房间 你上去吧 你把它带上去吧 是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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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出去吧 这么晚了 去哪儿啊 摘了吃饭吧 明天还走一天的路 我情愿饿着 也不想让人认出来 你是长官 不用我提醒你 外面都是我的兵 你怕被谁认出来 鱼疙瘩就是狗 鱼疙瘩 鱼疙瘩是谁啊 我是说我心里有个疙瘩 他便认出来 来 慢点儿 喝口水 你那么怕被人认出来 你是本地人吗 长官 在没有见到曹长长之前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我也请你别再问了 你蒙着他睡觉 不怕闷哪 行 你睡吧 他那演出子一炸不炸的一直在盯着 是他开口说话的吗 没有 那白军官兵就在他旁边站着 他不可能说 但我觉得他那眼神吧 好像老想告诉我点什么 什么 求救 他在向我求救 自己的同志 我看 压解他的人又不多 你看这样行不行 能扔让狂的武装般埋伏在半岛 我们一起就 绝对不能 我们自己的同志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我们还真得见死不救 我 我们交通员有我们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除非上级下达任务 要不然的话 我们什么都不能干 这是我们的纪律 也是交通线的命 你 行 你是站长 你说了算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我走了 想办法莫轻他是谁 明白 你怎么看着我 怎么了 怎么看着我 虽然我没弄明白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知道 肯定是遇到天大的难事了 没事 没事 咱们 小静娘 长官 怎么能让您 您叫我一声就行了 谁是余哥的 那是我瞎男人的外号 您累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行 您忙着 秦哥 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话 但我真的害怕 你这一天天地出去 我就害怕你还能不能回得来 我更害怕 俊� 俊� 你听我说啊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别开这个口 什么别开这个口 我还没说呢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没得上来 我死都不会离开的 听我说 听我说 就分开几天 等你秦哥我过了这道坎 我亲自把你接回来 我也不愿意跟你分开啊 对不对 听话 行吗 别拿我当小孩子好 你越是危险 我越不能离开 秦哥 秦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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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秦哥说啊 听秦哥说 秦哥我真是遇到坎了 但是我是个共产党员 我在等级底下选过时 我有我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所以我不可能 带着你离开清晰 我们去逃难 我们去逼货 不可能 因为一旦我一走的话 整个交通线就会出危险 不可能 但是你不是啊 你可以走啊 听懂了吧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 秦哥 我大忙帮不了 但是我可以帮你拔把门 看开风啊 秦连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 不明白是吧 我现在保护不了你了 听懂了吗 我想让你活命 听懂了吗 懂吗 我早就不怕死了 自当你把我从廷江救出来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生生你的人 死是你的关 听我说吧 我是在道家上走路的人 我从哪儿选上这一条路开始 我就想好了 我明白 我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这是我的选择 我义无反顾 缘分让我们两个人走到了现在 我知道我这么多年 我挺对不起你的 我知道你每天跟我在一块儿 担心受怕 从一出这个门开始 你就是提心吊胆的 我知道 我也知道你每天的心很煎熬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但是现在我不想再对不起你了 我想让你过去 你别再说 我一点也不见望 只要别让我离开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你要干什么 要不是你救了我 我活不到现在 我就一句话 要走 一起走 要留 一起留 不说 啊 我也是 我条件 都会给你 你看 快 谢谢款待 遇到了